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是生态博物馆的精神 所以其实生态博物馆不是说你盖好的那一天它就是开放 而是它是一个活的博物馆 是因为有很多人一起在这里手吸手努力和串联和耕耘 所以我觉得可以不同的时间来 早上晚上来或者是一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时间来 其实每一年你都可以看到新的进展 我觉得这个是大西生态博物馆最动人的一面 欢迎听朋友再次收听哈克一起来 哈嘎 兄哈嘞 大家好 我是黄玉美 阿美姐 安子西 沈萌宜 这里是黄玉广播FM96.7 翻译公布天台FMQ6.7 哈克一起来节目 每周六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就在黄玉广播和您一起分享精彩的客家人文生活 在节目开始我们所听到的这是大西生态木翼博物馆馆长 陈茜惠陈馆长和我们分享了 整个大西就是一个无为强的生态博物馆 除了有木翼更有整个大西的生态要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做呈现 所以不仅有大西木翼生态博物馆 还有周边的日式宿舍群 以及呢还有分布在各地的街角馆 都要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大西人文之美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带着大家 来到也是国际曼城之一的大西区来一游 所以欢迎好朋友们 大西客家话叫做台海 节目开始我们为大家安排这首 罗斯荣老师所演唱的这条山路 这条山路的确大西就位在浪漫台三线上 沿着山路我们一起到大西去 那条山路 这条山路 一条山路 一条山路 通通飘飘飘飘 雲流油泡 湊個走向狗角 滿意中海 押到山路 押到山路 清清涼涼 樹液流洋泥 湊個康陰星 滿意中海 押到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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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個江湖 押到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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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到遁遁 下九天空空下行 八条山路 八条山路 清清亮亮 抒押羊蜜叶 走嘎康银行 连到长出空下行 八条山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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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大西 相信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大西老街 而在老街区呢 又有很多的神像 或者是神桌的一些店 大家对于大西的木翼 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因此在城区这里呢 就有大西木翼生态博物馆 可以让大家了解到大西木翼的发展 而为什么又要加上生态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很高兴访问 大西木翼生态博物馆馆长 陈倩慧 陈馆长 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大西木翼生态博物馆 它其实是一个希望把整个大西老城区这里都变成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开放的博物馆的一个街区博物馆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都利用大西老城区里面现有的一些老建筑的再利用 我们没有改新的一栋博物馆 而是把所有的这时候老城区也有留下我们日治时候的锦塔宿舍群 有我们武德殿 有我们大西工会堂 这些都是日治时候留下 然后再串联到我们整个中正公园 也是日治时候规划的一个都市计划的公园 还有我们现在很有名的大西和平老街 整个街屋排楼里面 它其实融合了有清朝的街屋跟日治时候的排楼 那几条老街 我们在这么小这样一个老城区里就有中山老街 有和平老街 还有中央路的这个老街 那其实整个的散步动线 我们觉得你走在这样的场景 你就像走在一个博物馆里面 所以大西木地生态博物馆 我们希望让大家来到大西 除了我们把日治书的群里面 我们很多讲大西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展览内容 走逛网以后 其实是希望大家更进到老城区里 再去跟我们的街角馆 我们在整个大西有23间街角馆 那其实串联起来 其实是很丰富的一个文化 你可以深度认识大西内容文化 然后也可以深度的跟地方居民交流互动的一个博物馆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来到大西木地生态博物馆 所以整个大西就是一个博物馆 就对了 是 那为什么特别用木役 大西的木役其实也有百年的历史 它到现在大西的木器行可能都还有上百间 那这样的木役历史最主要是因为 大西在百年前它其实就是一个淡水河最上游的一个商贸的城市 很多新竹的我们现在额媒的乡亲关西的乡亲都说他们的先祖辈 他们都是运查到我们大西来 然后再透过这条河大汉溪 能够衔接到淡水河再出海 那所以它其实就是因为在清末的时候有脏脑有茶叶 然后日治时候也有这些茶叶的生产和运输 所以大西从很久百年前它其实就是很多生意人来这里做生意 然后有很多大家族在这里 包括领本源家族在1824年就来到大西 所以它需要盖房子 那河运需要造船 那这些还有房子里面需要家具 所以当时就很多唐山师傅来到大西定居 就是要满足这些大家做生意的人 他们需要盖房子 需要家具 需要造船的这些需求 那也就传承了一批唐山的就是在地的子弟 那他们大西的家具 所以到现在都留存着笋接的木工的这个工艺 所以你现在到大西的木器行里 每家去问 它其实大西的木器行很特别 就是你是要来走定制家具的 就是你可以到每家木器行去讨论说 我要想要用什么样的木头 大西的木器非常重视木头的选择 因为他们觉得好的家具需要有好的木头 然后也非常重视这些家具制作要符合客户的需求 就是你希望什么样的家具透过讨论来做 那也非常重视那个工法 就是一定要笋接 都不是一只钉钉子 就是笋接的工法 所以你要买一件传承能够传家的家具 其实就要来到大西 那所以大西一直以来都是做传统那种家具的 它不只做神桌 其实你需要的桌子椅子 想得出来的 只要是木头需要做的 其实都可以来大西定制 那最近大西也入学我们大西曼城 所以未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大西有什么期许 欢迎大家来玩 曼城大西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推动 就是一个生活的概念 我们希望说大西能够维持这样的老城风貌 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合在地生活的文化内容的一个 在地生活 你要重视在地的生活品质 才不是一味的只是追求观光的发展 那怎么在兼顾在地这么多老大西人 这么多大西人继续住在这样的一个城区里面 可是他要同时保存他的文化资产 包括这些老房子要怎么留下来 又符合他的生活需求 而且还要用这百年来的故事 能够成为一种生产消费 在他们的空间里成为一种再创和生产的内容 其实这些都需要长期跟居民合作 然后也需要去把文化去做很深度的一个整理和调查 然后再把这些文化内容转成 我怎么去做出一些新的 这种生产是符合大西文化内容的一个生产和创造 包括不会千篇一律就是卖那些所谓的文创产 而是怎么符合在地生活的一种产业体验经济的内容 那这样的内容其实要符合 我们觉得大西其实是一种可以一种缓慢的生活城市 那这样的城市可能不是一味的追求观光的数字 而是真心来大西学习大西文化的一种 大西人的慢成生活 还有来到大西认识慢成缓慢生活的这个人 对对 所以这个文化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文化 所以未来也希望有更多 因为我刚刚提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创 就是也希望年轻人能够留下来 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 当我们这几年下来用生态博物馆的概念 在跟老城居民 这些大西居民一起经营的这几年下来 包括我们都很多的街角馆 也发现其实很多有心的大西 不管是自己的子弟 因为他们很多先祖被住在这里 都已经四代五代 有很多家族的记忆和荣光 他们觉得其实很想传承下去 那另外也有一些很喜欢大西文化的人 他愿意带着他的专长和专业 来到大西去跟这块土地的人互动 那所以我们觉得也看到了老城区里面 其实除了我们公有的一些地方 我们其实觉得可以再把它火化 让对大西有兴趣 也喜欢大西 真心愿意为大西 一起来经营文化的人 甚至地方创生产业的人 可以进到大西来 所以我们希望再造 曼城在大西的再造历史现场计划里面 可以慢慢的去把城区里面的这些空间 盘点出来 因为有很多是私人的房子 那也要屋主愿意觉得 可以鼓励这样的事情 那另外在我们公有的空地上 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基地 能够建立起来 对 所以让我们也期待 那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到这个大西来 慢慢就会一直看到它 越来越不一样了 是的 其实大西你没 因为我们是生态博物馆的精神 所以其实生态博物馆不是说 你盖好了那一天它就是开放 而是它是一个活的博物馆 所以生态博物馆 我们觉得大西是一个活的博物馆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一起在这里 手吸手努力和串联和耕耘 所以我觉得可以不同的时间来 早上晚上来 或者是一年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时间来 其实每一年你都可以看到新的进展 我觉得这个是大西生态博物馆 最动人的一面 欢迎听朋友回到环宇广播 如果客客一起来 客家乘客来 或是黄玉美阿美姐 按照这些 我们跟我们所内分享的 就是台海母艺 生态博物馆的观众 成千倍成观众 整个大西生态博物馆 整个大西就是一个无尾厂的博物馆 不仅仅在那些露博的地图 有那些博物馆 台阁宽广还有清德日式宿舍要连电 在那里经过藏修以后 对我有清德新的缝猫 面猫来用台海的T-set 所以牧艺博物馆 其实它的馆设总共有9个地方 包括了一号馆 四联洞 武德殿 还有附属的建筑 以及艺师馆 工艺交流馆 李腾芳古宅 这些都是免费参观的 另外还有大西工会堂 以及讲工行馆 大西农会仓库 六联洞宿舍群 目前也都在整修当中 未来在老街区 透过大西牧艺生态博物馆的串联起来 在整个老街区 将会有很多的景点 让大家可以看到 大西的发展的历程 而除了有牧艺博物馆之外 其实街角馆 是大西牧艺生态博物馆的 民间伙伴馆 所以有工部门的 也有私部门的一个街角馆 它是从街角博物馆的概念 衍生出来的 在我们生活的街道上 在熟悉的转角旁 有一些看似 平凡的日常经验 但是转换为别具意义的文化展示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 或者是文化产业 都会让大家看到大西的美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 街角馆之一的三合牧艺工作坊 访问负责人林志谦先生 来介绍牧艺工作坊 除了有传统的基本功之外 现在也透过牧艺教学的课程 把工艺结合社区关怀 让很多民众都能够亲自的体验 做木器的乐趣 这个在做那个笋头 笋头是吗 就是我们这边都不用钉子的吗 对对对 就是做传统的家具 听众朋友 现在我们来到了 位在大西的三合牧艺工作坊 提到三合牧艺工作坊 创始人是林清和先生 因为传承自祖父林甘先生 一套木器的工具 借着帮助别人修缮木器家具 聪明的阿和师 无师自通 边做边学 在民国五十年初 就开设了现在的木工厂 也奠定了阿和师的木器事业 现在传承到第二代 并且在社区成立一间木艺工作坊 结合在地故事和木工技术 来展现鲜明流传下来的农事工具 以及生活的智慧 有用农村的生活故事 作为作品的题材 延续笋接记忆的传承 并且部分转型为文创工坊 我们也访问三合木艺工作坊 现在的负责人林志谦先生 来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三合的创立是从我爸那边开始 他是第一代 那我算是第三个世代 我不是 我讲是讲说第二代 但是我不是真正的第二代 真正第二代是在我哥 他才是真正的第二代 因为他这个东西 本来他以前就在做了 他本来就已经承接这个工作了 那是因为发生一些意外 那时候因为我还在念书 我也不是真正想说 要从事这个工作 那是因为它发生意外了 就是我在想说 到底要这个工作怎么办 这个工厂啊 然后商额这个名称 这个招牌要怎么办 念书考虑了一年 当兵考虑了两年 然后就是决定回来帮爸爸的忙 因为年纪大了 爸爸的年纪大了 然后就是回来帮这个忙 那就是帮到现在 结果也就接下来了 对不对 是 讲是讲接下来 但是会把商额带到什么程度 我这个我还不知道 不过我想 已经看到了这个工作坊 还有我们这个新一代的传承 就是以前 爸爸我们所谓的木工 还有木材行 您刚提到 它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这边是做什么的 爸爸以前做什么的 你讲是讲木材行 有的人讲就是如果讲的熟一点 就是讲一个比较通白一点的话 就是自材所 台语讲我就说这材所 客家话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们讲自材所啊 也这样啊 那就是专门在卖木材的 就是你要什么材料 你要木头的材料什么 你就去找它买 然后购买 那我们这边是木材行 木材行我们是要做一个成品出来 所以说两个 一个是原料 一个是成品 就变成要加工成成品 对啊 他们是自材所是提供材料 然后我们是把材料 转换成一个成品 这好像变成要成品的时候 就变成要有设计感 你要设计 然后要制作 对啊 当然还是要有设计的概念 然后也要符合市场需求 不是光会设计就好 你要符合市场需求 现在市场到底要什么 对啊 所以像爸爸以前啊 也就是这样一直做下来 所以他应该会应付很多客人说 我现在想要衣服 还是面穿 还是什么 所以你以前也是这样看 以前也是这样看啊 反正就是 只要是木头的东西 你就是想办法要做出来 所以说人家讲 就像我爸跟我讲的 你自己要用心嘛 因为我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做过 那你以后要碰到的什么东西 你之前看过的以后你可能 不一定会碰得到 可能还有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不是说你自己要把基础打好 你才会去应付这些不同样的东西啊 因为你光神桌 它就有二三十样的那种基本的样式啊 就像我爸跟我讲的 我不可能每样都做过 因为客人什么时候要什么样式你不知道 但是基本款你先把它学好 它剩下的你就是你自己去发挥了 基本功你 但至少基本功你要先做好 可是现在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在做转型了 对不对 就是说也希望跟爸爸走出不一样的路嘛 所以我发现我们有很多新的一些 这个所谓现在讲的文创 所以您自己是不是也尝试着走出 比较不一样的路 其实也都是 就也不要很刻意的讲说它是转型啊 因为也许是跟着时代走 跟着景气在走 或者跟着客户的许久在走 这下谈得上转型 其实我还不太敢讲啊 因为反正客户的许久就是这样子 当你们认为说所谓的传统的东西 市场的需求量比较小 那你们是应该要设计一些 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世代的人 比较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说以前的那种东西 还是要保留住嘛 因为有时候那种欣赏的角度 年轻人跟中生年纪的人 欣赏的角度又不一样 中生年纪可能他还是要维持这种 他们看习惯的东西 可是年轻人可能 那就要比较心潮一点的东西 那种做法就不太一样 比如说新世代起来了 那他们的需求 我们也希望能够满足他们 所以我们就要一直强调 传统的有哪一些 那新世代他们的需求又有哪一些 可以举例一下 你像说比较 你们讲的所谓的传统 就是你像说神说太师里那边 那是比较那种中式的东西 那可能大概就是在 如果以我们讲的话 大概就是六七年代 那时候比较深型的 那你像最近这一段时这几年的话 他们就可能要求比较新的 比较一点稀释的东西 你也可以看得到这边的 这个就是他们 这个跟传统的东西就会比较不一样 就像光一个桌面 以前如果讲说比较传统的话 他希望就是整块桌面 那你像说年轻人他不喜欢这样子 整块桌面就是 看起来就是比较呆板一点 那你像说他希望做个 颜色的搭配一个配色 那感觉就不一样 因为如果同样一个桌面的话 感觉这样就不一样 如果你整块下去 那可能就是你们讲的所谓 比较传统式的那种 比较制式的做法 对 而且现在发现 光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鞋柜 或者是一个柜子来讲 现在的人他比较注重空间的利用 所以你看发现他要有空间利用 还要镂空还要怎么样 因为现在的房子居住的地方 一般都比较小一点 那你像以前的制式的家具 都比较大件 哪可能都摆都摆不下去 你要送给我也没有用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设计比较小一点 然后也比较适用 生活上比较用得到 那你像说制式的态势 那么大张 可能现在年轻人要坐沙发 他不一定要做那么硬满满的东西 那这种东西 你像一个小的小小的抽屉凳 或一个咖啡机 或者说你讲要当鞋柜也可以 那可能就是不要太大 然后符合他们空间的利用 然后又还要有一些设计感 所以他们会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东西 买在现在又是公寓式的房子 它能够有空间 然后又比较有时尚的感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客户的 不断的好像是客户让你们进步 其实就讲的就是与时俱进 然后就是你与时俱进 然后你就是客户需求什么 你就想办法去做这些东西出来 然后客户没有要求的时候 你要想说现在的趋势 大概是会往哪一方面走 那你要朝着这方面去走 但是制式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保留 因为这种比较限量的东西 还是从制式的东西去衍生出来 那些工法那些其实都是一样 只是那种外表给你看的感觉 就太一样 不然那工法其实都一样 好像我们这边比较强调的 就是所谓笋接 因为以前好像 我知道大西的木翼 它很强调笋接 所以即便是它现在走到比较现代 是不是我们也这个 这样的工法还是持续着 因为笋接的话 就是比较正统的做法 那既然我们是大西的一个木器 一个工作法 你还是要保持它正统的 那种笋接的做法 不管你说你的样式怎么变 或者说形式怎么变 其实那些工法还是都要保留着 那如果说你光 锁罗斯钉钉子 那谁都会做 那个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所以你刚才强调 为什么大西的木翼 它特别强调笋接 为什么这里的工艺会 木翼会特别强调笋 其实你如果笋接做的好不好 其实它就是可以保留很久的东西 因为钉子 既然就像说钉子 它只是一个 你像说光是铁钉细细的 螺丝也是一个有一个线路 那笋接的话 那是整个面积在做一个卡榫的动作 那木头接木头 它是一个整个面积 然后它又比较牢固 如果你正常来讲 你要做得好的时候 就是它应该是 有点紧的那种状态 像你把它做一个结合 它可以保留得很久 像说我们那些 有年代的那些家居 它笋接只要做得好 它可以上百年 几百年 都一直这样就留下来 那你说钉钉子 或是锁螺丝的 它总是有一个年限 你这个摇晃 或是比较吃力重一点的话 它可能就开始摇晃 因为它只是靠那个 一个钉子的力量 或一个螺丝的力量 这个真的非常谢谢 林老板的说明 让我们知道 笋接跟我们一般钉钉子 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这也是我们所一直强调 还是用这种工艺 向前好朋友 客客一起来 客家庆航来 你来到台海的 三佛木医工作室 拜访的投资 你们的林资前行赏 穿着伯伯 那边接下来的 资财所 木医生的工作室 这样穿着做传统的木医生 到那里 形式的木医生 家伎 全部都在这边 有做哦 不过既有说 基本功很重要 所以说 瞬间的 这个基本功 在传统 木医生 工艺当中的 驾到一种 当初有的精神 在这边的 都希望 能够来保留下去 不过呢 要担当时 推入进步 也提到 要跟着 这个市场的需求 不断的来创新 所以在这里呢 有很多的工作坊 让大家可以自己DIY 同时呢 诶 客人呢 有任何的需求 他也会尽量的 来加以设计 还有加工制作 所以呢 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 三合木医工作坊 同时的 太感应了 来到美料 不过呢 林老板没有说到 这个工作呢 非常辛苦 这工作非常的辛苦 所以木医的这个产业呢 也面临断层的一个窘境 所以也希望 透过很多研习课程 来引起大家的兴趣 不过呢 在三合木医工作坊 就发现了 我们的陈彦玲 陈先生 非常的年轻哦 他一直呢 就是对木医 非常的情有独钟 我们也访问陈彦玲 来谈一谈自己 学木医的感想 其实是因为 对木头这个材质 本身就很喜欢 对 那想说木头家具 这个行业 其实还蛮有深度的 尤其是 做笋街这个方面 对 所以就想要学习 这方面的技术 对 那您到三合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 那做了之后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边 就是除了传统家具之外 其实它很多元 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 DIY的课程 然后简单的 所以可以去接触到 很多的游客 对 所以除了一个人 在这边工作之外 其实还蛮多 跟客人互动的时候 对 所以觉得说 在这个互动里面呢 也可以把自己做的一些 想法过程 再解说 可是解说的过程里面 说不定对你自己 也有一些灵感的触动 对啊 有时候客人 其实他们创意也蛮多的 就做一做 会发现我平常 我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 对 所以就是互相学习这样 那你现在做过的作品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说 有没有碰到 比较困难的一些作品 比较困难的应该是 我们之前做一个神桌 对 非常长 大概有16尺 所以它一些制作的功法 在从一般 比较小的神桌的功法 就没办法套用到它上面 所以就要想出 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这样 所以这个工作也蛮有挑战性的 对 可是也蛮孤独的 孤独其实还好 我们最近还有两个师傅 可以陪我聊天 对 其实还好 你自己对这个 有没有什么期许啊 就是说 希望做出什么样的作品 就是希望以后可以 独当一面吧 对啊 就是还要需要累积更多的经验 那以后除了 希望除了我们传统家具之外 可以自己设计出一些 比较特别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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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哈克一起来 哈嘎Q哈嘞 我是黄玉美阿美姐 刚刚呢 我们来到了非常精彩的 街角馆三合木役工作坊 其实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和林老板聊到这里 其实林老板非常的有想法 他也提到 透过街角馆的一夜结盟 可以让大家呢 有一日游 半日游 或者是来到这里 有三四天的游程 他都可以和很多的街角馆的伙伴们呢 来为大家做一个串联 可以看见不一样的大溪 同时呢 也真的来到这里 体验慢活的大溪的生活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国外的旅客 真的就会透过街角馆的这种行程的安排 来体验大溪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另外一个 也是很有特色的街角馆 日日田植物所 这是一群年轻朋友 青年创业梦想的基地 他们透过艺术 还有设计 还有很多有创意的活动的方式 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大溪生活的样貌 我们就来到日日田植物所 和创办人高庆荣 一起分享青年朋友对大溪的梦想 日日田植物所 也是大溪木博馆的街角馆之一 那我们所谓的基地是在河溪南兴里这个区块 对 那日日田植物所 其实它过去的这个基地 它过去是庙宇的闲置藏库 所以就是我们回到家乡 把这个空间去做活化整理 然后目前变成一个青年 然后青年在这边的一个实验基地 然后也链接了更多不一样的地方青年 还有地方的文化能量 去做一个链接的平台 那日日田植物所的这个名称是 当时我们就在想 就是日加日 喝起来就是一个天 对 那日日其实也就是每一天的一个生活模式 跟生活态度 其实我们回到这边 其实也是找回我们未来 下一步的生活模式 那我们期待在这边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方式 那田其实又回归到土地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说 怎么样去把在地的地方的文化能量 跟过去的故事跟脉络 重新去寻找回来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过去在大溪这里 其实过去大家谈的大溪 是比较focus在城区里面 但是还有很多不同面貌的大溪 是大家所不认识不熟悉的 所以我们希望把那一块去找起来 未来让大家看到大溪 更多不同丰富的层次 所以那个植物所是 植物所其实概念是植人造物 对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不是很日式 但是那个物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是用物品的物 那我们期待是说 虽然我们的角色都是艺术家 或是设计师 但是我们期待是说 手感手作这一件事 对我们也很重要 所以像包括空间的改造 或是有一些再生物的利用 都是我们亲自动手 然后我们也会希望带很多的手感工艺师 或是创作者一起来回来到这个场域 然后让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可以在这个地方发生 对 所以像你自己本身是大溪人吗 是 算是青年 我就是这里长大 哦就是这边长大 所以 所以我就在这个庙城玩 哦 你在这边玩的 所以你觉得说 这算是青年返乡吗 也算有意义 说返乡的确是 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 我觉得它是一个选择 我倒不觉得说我反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事情 它其实是我在人生里面做的一个选择 然后我希望回来去重新认识我这块土地 其实我发现我小时候成长 然后到一直离开这边 其实对这边不见得熟悉 那后来绕了一圈之后 还是觉得说 OK 我回来重新探索这一块 然后你才发现说 原来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是我们正在努力去看到它的 然后这边有很多很精彩的 是我现在才发现的 像包括这边的庙宇神农信仰 我过去都不知道它是原来桃源历史最悠久的就在这里 然后包括这边的土地的一个面貌啊 这边的有机农业发展的很好 那这些都是我们慢慢找到的 那其实在地很多的洗脑的故事也是我发现是很丰富 很有内涵的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慢慢把这个东西变成在地的一个特色 哇的确哦 所以就是大家以前对自己生活的环境都不是这么了解 但是现在透过很多的 就是你刚刚有提到有设计师啊 还有一些这个艺术家 所以我们会透过不同的形式让大家重新认识自己的地方 那你们曾经做过哪一些什么内容 包括我们从在地的信仰神农大帝这个部分 我们拉出了一条叫做神农青草学堂 就是我们用一系列的工作坊共学共造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谈神农青草学 然后包括植物的入菜 然后或是说我们有一些植物的游戏方式 或是去认识植物的运用 对然后了解在地的有机农业跟食农教育的操作 那这个是一部分 那我们也重新去思考说 设计美学是不是有机会进来农村 所以我们用做了一个农村美学工艺复兴的一个想法 然后所以邀请了外面很厉害的美学老师 或是有一些职人工艺师一起回来到这个农村 然后开课 然后让很多不一样的有趣的事情在这边发生 然后我们也进一步设计了一个在地的游具 也就是说我们把在地的地方故事变成一个游戏方式 带进在地的学校里面 因为我们觉得是说地方认同这件事必须要从孩子们开始做起 对所以我们希望把地方的魅力介绍给他们 那又不能用很教条式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用游戏的方式带进去 所以像这边你刚刚讲南新村它是客家人多还是闽南人 这边是客家聚落 客家聚落 可以不用说 是糖不是说 厉害厉害不厉害说 不过就是慢慢的要紧赏 要慢慢捡回来 是 所以我来自作说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实际的行动真的非常好 那整个大溪我们提到 他大家一想到就是木役 做木区比较多 那你觉得其实你们在地人来讲 就是说其实大溪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希望大家一起来 因为大溪是慢活城 希望大家怎么样慢活的方式来看见不一样的大溪 其实大溪到后来木役生态博物馆成立之后 所以我们重新再解构就是说大溪是一个生态博物馆 对那他有不同的层面包括木役 那木役的目前连结你会发现这边很有趣 这边有些农夫他是半木半农 他是木工师傅也是农夫 其他没有港田 对 然后所以就会变成说 这是其实一个地方很有趣很有魅力的生态形式 那我们也慢慢把木役教育 透过不同的方式去传达给地方的孩子们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甚至手做手感空间改造 其实都可以跟木役去做连结 对那大溪这边其实包括他的信仰文化 包括在地的神龙庙 刚刚讲是桃园最久的 开张圣王是全台的主机庙 对然后包括大溪最有名 第二个过年就是关圣帝君的绕境 对大溪大喜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很丰富在大溪的生活层次 包括还有大溪的包括美食的产业 豆干米食 这都是一直延续在这边的 那其实我们期待是说 未来大溪对在大家眼里 或大家印象里 不再只是说只有那一条老街 对老街是很有魅力的 但是还有更多很有魅力的东西 其实应该是可以让大溪 在不同的人的眼里面有更多的层次 对所以我们很期待 这个年轻人的创意活力 来造就更不一样的大溪 好 谢谢 不管是木工手艺的传承 或者是要如何的让大家呢 用不同的方式 或者是这个世代能够理解的方式 来认识自己在地的环境 大溪 相信年轻人的注入新的活力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期待大溪 开出一朵 讲讲的法 现在我们欣赏的歌曲 就是由刘荣昌所带来的 种一类讲讲的法 种一朵漂亮的花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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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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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